我身后这边就是纽约市的市政厅 纽约市市长以及纽约市的市议员办公的地点 就是在这些楼里面 那这边呢基本上就是纽约市政府的各个机构的所在地 所以这边大片的是办公楼 产权公寓非常少 那这边呢是离布鲁克林大桥 以及离这个金融区 这个Wall Street也非常的近 所以在这个地方来说的话 要找到一个产权公寓并不是太容易 但是今天我要带大家去看 就在市政厅旁边的一个新的产权公寓 不过在这个之前 我们要先去会会我们今天的嘉宾朱莲教 这边我们和朱莲在这边的 我刚才听到说这个大桥好漂亮 已经很有盛饭的气氛了 是不是 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 你看我们这个大桥 就是这个上司在拍那个 因为一天的时候当时上台最中秋 什么都没有 哦所以这个是新中秋好的 大桥是新中秋好的 原来也很美 这个楼本身就是很有特点 你看这个楼 1896的楼 你看一下我们这个大桥楼 楼顶的雕花 哇 哎呀 好美啊 1896的大楼 这个也是啊 DECO 是的 是的 我们去那个Roof去看一下 我们的Roof可以看到 四周的所有大楼和新建的大楼 所有的景色 我们这个大楼本身就是康口大楼 本身就是产权公寓 这个大楼那是1896的建的 而DECO非常非常的美 你看它的建许 你看外面的 外面的雕花和这个 细节的这个大柱子 一进来就整个座还是 对 而且这台很美 非常好 对 哦 我们呢 一起去里头去Roof去Roof 走 哇 金光闪闪 嗯 所以我说 就那点亮点嘛 吴耀老师走上黑黑的对不对 然后这个墨镜一戴好嘛 这天也黑了 墨镜也不用带 哈哈哈哈 去Roof Deck 对 看一下Roof 看看能不能走上 哇 这边刚好是夕阳的时候 我们的Roof原来呢 每年的7月4日的时候是有fire work 但是后来呢这个Fran Gary 这个大厦建起来之后 对啊你就在他的眼前 啊就在他眼前 对这整个是出租大楼 里面904号 你每天晚上看的时间从远远的过来 整个大楼里面灯的很灰煌的 你看到租客 对 多少租客出租的这个大楼里面 是 13006号 244号 你看这边 你看这边 你看这里看多美 对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等下要去参观的 25号 对 Park Road 就是我手指的这个 对 就是金融区过去来讲的话 基本上都是半个大楼 只是最近的十多年 整个金融区已经改变了 就像我们节目里说的一样 对 2006年开始呢 其实呢 有很多的老楼就开始转换成产权公寓大楼 你看我们这个大楼呢 就是2002年转换成的产权公寓 最新的 这一座呢 就是这一座吧 就是这一座 然后还有下面旁边这个 玩Bickman 但是玩Bickman还没有上市 这相对来说规模小一些 那这25号Park Road呢 这种气场气势更强了 对 咱们从这里过吧 从这里过去看看 然后我们走一走 然后我们窗户里看的那个 这个外景就是那个小天使 就是这个小天使 是吧 那天每天我到窗户拉上的时候 我看小天使灯还亮不亮呢 我看几点了 哎呦12点了 5月12点灯还亮 对 所以你看这里的建筑 你看所有这里的每一栋建筑 就是有历史感 正好是在那种历史感和现代感 共同交融的这个脉搏点上 政治经济文化人文 也有历史的产见 也有人文的故事在这里面 有什么城市的美学 原来这个地方呢是J&R 音像制品公司 那现在来说的话 这种传统的地面 其实已经都消失了 对不对 但是这块地又是非常非常的值钱 非常非常的珍贵 很珍贵 当上下城 当上下城整个整体的发展 包括近几年 你看这个后面 FIRE Bickman Frank Gallery 加上周边的这些 Woolworth Building Woolworth Building 后面呢 有这个四季 四季酒店提来 和四季酒店 私家豪宅公寓的建立 然后包括 我们这边 过去有新的四季 和Park Place 正在建 在过去又有 Nee Murray Street 正在建 Nee Murray 整个下城的繁华 全部连接起来 所以这里成了就是最 黄金地理位置 对 我觉得更珍贵的是什么 在下城楼都是比较密集的 对 但是她面对的刚好是市政公园 前面一个非常开阔的一个地方 没错 没错 所以现在呢 我们就要去这个 25 Park Road的销售中心 现在是今天第一天 向VIP的broker开放 所以今天呢 我们跟朱莉娅一起去看看 她的销售中心 看她的价格是怎么定论的 对她现在的 她的一居室呢 应该是从165万5起 一直到四居室还有五居室 我们去看看 好的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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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新的楼,看的美的,一共50层,50层110套 大概一年左右就可以过货了 签约一个10%,然后达到6个月之后第二个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以今天我们来这个25年Park Road 这个新的产权公寓的这样一个预售的这样一个酒会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基本上纽约的一些大公司的top的broker都会来 让他们第一次来看这个新的project 那这样他们心里就有说 这个project到底在整个纽约市这么多的新的产权公寓里面 它的做工 它的定价 它的地理位置 以及它的view 各个方面做给一个新的一个评估 那这个25Park Road呢 它原来这个地址呢 就是JNR 这个音像制品的这样的一个 原来是一个实体相列 那现在把这个实体相列已经没有了 所以这一个JNR 它本身和开发商一起合作 把这个地块呢 开发成现在这个新的产权公寓 那该大家都在说了 你在地板上可以看到 它说这个JNR是成立哪个年代的 然后我们在墙上可以看到很多的一些金唱片的一个角 就说明这个楼的前身曾经是多么的辉煌 那这个地理位置来说的话 也是非常非常的 可以说是钻石的黄金地段 因为它连接Tabecca Soho City Hall Wall Street 还有现在的新世贸中心金融区 对 它是在这么多的一些非常好的社区的包围中间 而且刚才的这个建筑师也给我们介绍了 从六楼起以上呢 全部都是公寓 而且每一套公寓都有非常开阔的 City Hall公园的这个景象 我非常喜欢这个项目 我非常喜欢这个项目 首先呢它第110套 从第六层开始 每一套都有公寓运景 每一套都有开阔的景观 刚才我见到了这个它的owner owner 这个JNR的家族的 近代的传人的owner 他就专门说 当我想见到这个大楼的时候 我不想建一栋完全的玻璃大厦 我想要和这个当地的历史人脉相融合 因为街的对面 就是有百年历史的Worth楼 然后呢我还用Downtown 整个下历史 我说不说太多 因为所有这些东西 吸引的东西 要保留在我们 安阳纽约的家庭访谈 对对对对 谢谢 谢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